李为新寡双富,赫博为银行借红人,李透过赫博的协助,向阿拉伯石油组织借了一笔钱,而取得先夫在该公司的上席职位,阿拉伯石油组织为了预防有一天石油哭饿,透过美国银行借,渐渐地由世界各得的银行抽取油源换位保值黄金。 正因如此,银行慢慢地一家家倒闭,李毅察觉此事,并且以此向阿拉伯组织勒索,致使打草惊蛇,李毅险遭人暗杀。 在一夜之间,石油组织抽光所有的油源存款,导致世界经济大恐慌,世界破入一片惨淡身中。 故事发生在风光惹人罪的法国普罗望斯伦敦证券师麦克斯·罗素·克劳·Russell Crow氏,作为遗产继承人的身份来到这里,虽然事业陷入低谷,但过世的叔叔留下的一大片葡萄园和一幢大房子,足够他卖出后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这时,叔叔的私生女,艾比,考迷石阿比·库尼什市,从加州前来造访,并且有着明确的目的,得到葡萄园的继承权,麦克斯刚刚平静下来的生活是否又开始了明争暗斗,亦获在普罗望斯这个美好的地方,美好的日子天天上演。 2003年秋,哈佛大学市采放矿的天才学生马克·扎克伯格·Jesse Eisenberg市,被女友甩掉,愤怒之际,马克利用黑客手段入侵了学校的系统,盗取了校内所有漂亮女生的资料,并制作名为FaceMesh的网站供同学们对辣妹评分。 他的举动引起了轰动,一度致令哈佛服务器挤进崩溃,马克因此遭到校方的惩罚。 正所谓因祸得福,马克的举动引起了温克·莱沃斯兄弟的注意,他们邀请马克加入团队,共同建立一个社交网站。 与此同时,马克也建立了日后名声大造的Facebook。 然而,在这励志,成功和偶像的神话之后,社交网络,却让我们看到了扎克伯格的另一面,为了走上事业的巅峰,马克甚至背叛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和合伙人。 而到了最后,那些一开始与他并肩作战的人,都离他而去。 高速喷发的叙事节奏,凌厉精准又流畅的剪辑,凝炼有力的台词,再加上几个年轻主演出乎意料的精彩表演, 社交网络,无处不散发着一种睿智,幽默和细说并存的非凡魅力。 而导演用暧昧的语言来暗示,虐击和肖恩帕克被捕,事件的幕后主使不止让影片充满嚼头,更是拷问观众,成功是否必经背叛。 影片讲述了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威廉·赫特·William·赫斯为主要线索, 记录了在几周之内决定全球最大经济体命运的权力人物的决策与行动。 为拯救全球经济,摆脱金融困境,不仅保尔森倾尽全力,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保罗·吉亚·马提·托·托·马迪士、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姆·盖特·纳等人也动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和渠道。 除此之外,沃伦、巴菲特、爱德华、阿斯纳·Edward-Essner氏、投资银行家、英国监管机构以及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参与到了这场没有硝烟的金融大战中。 该片是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好的解读和演绎。 最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精准地勾勒了中国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冤大头角色。 同时,也交代了富豪巴菲特在美国金融领域里特殊又无人能及的地位。 美国华尔街股市大亨戈登·盖科·麦克尔·道格拉斯·麦克尔·戈格拉斯·麦克尔斯市在金融界叱吓风云,人人敬畏。 在随时随地上演的金融大战中,他总能百战百胜。 初出茅庐的纽约大学毕业生保罗·巴德·查理·新Charlie Shane氏,也新勃勃,却空有满腔热血而投报无门。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盖科,用一个股市内幕情报帮其赚了笔大钱而受到重用,成为盖科的合伙人之一。 在对金钱、美女、上流社会的渴求下,巴德开始利用身边所有的人来刺探一切有利的商业情报,为自己获利。 直到在一场收购他父亲所工作的蓝星航空公司的过程中,贪得无厌的盖科初尔反而想要解散并卖掉他,这让尚有良知的巴德幡然醒悟。 他利用盖科教会他的一切股市战术,狠狠地反击了大亨盖科,帮助父亲拯救了蓝星航空。 镜头一如既往的牛X,到格拉斯眼的真有气场,把价值观的扭曲与资本的贪婪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惜的是华尔街如今距离GECO只有更近而非更远。 美国制造业的整体视为贫富分化的逐年加剧之能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价值观的演变中实在不容乐观。 在物欲横流的金钱世界,除了贪婪,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你更喜欢哪部电影呢? 说出你的最佳。